美国这种表态 实际上是向越南做一个 选面战的这样的一个抉择 美俄双方视金兰湾为必争之地 但俄罗斯当年却为何又将其放弃 究竟是无奈之举 还是另有原因 对于俄罗斯 它的远东地方的这种力量 是一个极大的支撑 尤其是太平洋将军的地方 一个是昔日敌人 一个是救世盟友 美俄两国的金兰湾争夺战 是否未打响就一定输赢 这次美国从外交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表态多多少少有点奇迹败坏 我觉得俄罗斯一定是透露乐的 美国又使出何种招数增加自己的胜算 东南军情即将为您播出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实时动向 用最平民视角 解码最具话题性的军事迷云 大家好 这里是东南军情 2015年3月11日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要求越南停止让俄罗斯使用金兰湾 为俄战略轰炸机加油 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因为俄罗斯 轰炸机巡航而公开对第三方国家提出警告 有分析认为 美国在此时对越南提出警告 目的是阻止越南金兰湾成为俄罗斯军事基地 为了得到金兰湾 美俄两国都曾经多次对越南示好 美国更是甚至因此放松了对越南军售 金兰湾为何会受到美俄两国如此的青睐 随着此次美国因为金兰湾 而对俄越进行公开指责 美俄这场金兰湾争夺战是否已经打响 作为当事国之一的越南 至今没有发生 它究竟有何打算 接下来我们请军事专家陈虎红林 来为您军情大揭秘 2015年3月11日据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公开对媒体宣称 美国已要求越南停止让俄罗斯 把越南的金兰湾用作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加油站 一些美国官员说 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在近期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飞行活动 据日本媒体报道 2015年3月20日 日本防卫省监控道两架俄军图95熊市战略轰炸机 经日本海转向太平洋方向 绕日本本岛一周抵近飞行 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战机对其进行贴近监视 不仅如此 俄罗斯轰炸机还多次绕飞美国在太平洋的属地关岛 那里设有美空军基地 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绕关岛飞行时 靠从金兰湾起飞的俄罗斯空中加油机为其加油 美国称俄罗斯轰炸机不断巡航造成了地区局势的紧张 对于美方的指责 俄罗斯国防部给予了强烈危机 称美国官方指责越南给俄罗斯轰炸机加油 可能导致亚洲区域局势紧张的说法令人困惑 俄罗斯空军活动 包括与越南在防务方面的合作 都完全按照严格的国际准则和双边协议展开 并不针对任何一方 更不会对世界和亚太地区稳定产生威胁 随后俄罗斯相关军事专家还指出 美国军力长久住在亚太地区 并不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 美方指责俄罗斯造成局势紧张 背后一定有着特殊的用意 不仅如此 俄罗斯国防部还表示 将继续与越南发展有关方面的合作 好的 今天在演播室 请到两位军事专家陈虎红林 欢迎两位 这次是面对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在亚太地区的飞行 美国第一次对一个第三方国家 对越南提出严厉警告 说你不要再允许俄罗斯的飞机在进来湾加油了 其实之前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绕关岛飞行不是一次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美国有这样的举动 因为冷战时期这个地方就曾经成为过俄罗斯的海外的基地 那么俄罗斯它的海军应该说是处在一个封闭海域 那么一旦取得这样的海外基地 对它的势力的像全球化的这种扩张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那么美国人不希望看到这个 如果说你真的不想让越南和俄罗斯走进 或者是发展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关系 甚至说不允许这个越南对俄罗斯这种飞机提供 加油油网等等这类的服务的时候 那么你最好的时候采取措施拿出手段来 那么肯定比你失望比较好得多 美国的这种表态更多的是保卖散风 一来给俄罗斯看告诉你 你要往外伸 我知 坚决不答应的 另外告诉越南 你别 你优着点 不要走得和俄罗斯太近 这些像陈老师讲的 就是俄罗斯确实不太 不太在乎你美国的这种说法 而且它的回应很强硬 我在金兰湾这块地区加油完全是合法的 反倒是就是这种嘴仗总是有 反倒是再说 就是美国其实你在这个地方 不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力 才是这个地区不稳定的因素 怎么看俄罗斯的回应 大家都知道美国和俄罗斯现在关系非常的强 因此双方说出什么样的狠话 它都是有道理的 而且从俄罗斯这个角度来讲 恐怕俄罗斯在博士美国的时候恨不得都想笑 为什么呢 你美国在全世界那么多的基地 就说这个亚太地区来讲 在韩国有驻军 在日本有驻军 菲律宾你现在也要重返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俄罗斯现在还不是说 还不是个基地 我就在那加个油 加个油 然后攻击美国就提出他的意见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表态 很难从实际上来阻止 俄罗斯选用金兰湾 或者俄罗斯和越南的这种的军事的合作 但是他在表明美国态度 这个方面确实有他的实际 现在目前 反正是关于金兰湾 美国和俄罗斯现在是互相在撂狠话 那么金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它的战略位置 战略意义到底在哪 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金兰湾港 位于越南庆河省东南部 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深水两港之一 可同时停泊 包括航母在内的大型舰船约40艘 或4万吨以下的舰船亿余一艘 金兰湾是恶守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 据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航线 只有一个小时的航程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早在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便十分重视金兰湾的作用 花费了巨大精力 将金兰湾打造成东南亚巨型的海陆空联合基地 1979年 越南战争结束 作为结盟的重要条件之一 越南将金兰湾基地交给苏联使用 双方签订了为期25年的租约 苏联一手将金兰湾打造成为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一处海外军事基地 在2002年初期未到之时 金兰湾竟然被俄罗斯放弃了 俄罗斯撤走了所有装备和人员 将其交还给越南 有分析认为 金兰湾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意义 它的存在 相当于为俄罗斯的远程轰炸机增加了机率点 将带给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更大的机动敌地 而对美国来说 金兰湾比新加坡张仪 日本横须贺 韩国釜山 关岛阿普拉等现有的美国军事基地 更靠近亚太的热点地区 地理优势极为明显 一旦美国成功插手金兰湾 便能扼住南海的咽喉 无论金兰湾最终花落谁家 另一方都将面临巨大的距禁 我们现在看金兰湾这个地方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之前它是美国曾经一手打造的一个战略基地 后面是租给了前苏联 苏联和俄罗斯都用了 25年的时间 02年的时候 俄罗斯撤出了这个基地 因为刚才陈吴老师分析 就是这个基地对俄罗斯来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当时俄罗斯会放弃 这次有俄罗斯最终选择放弃的时候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经济状况 实在是太糟糕了 只能采取这种止血的办法 而当时越南这个要价也非常高 就是越南对俄罗斯使用这个基地 一下开出这个条件 让俄罗斯当时就没有任何办法 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 包括比较高额的这种管理的费用等等 那么我想无论是像美国 俄罗斯这样的外面的大国 还是越南本身恐怕都会觉得 这东西空在这很可惜 那么外特的大国希望拿到这个点 以取得在这个地区的更大的影响力 越南恐怕也想把这个点 卖出一个好价钱 取得它的利益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这个点是俄罗斯在用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 是美国你想插手进来 是不是就相对会困难一些呢 现在是俄罗斯明显的是 今天上缓过劲来了 而且初一和美国对抗的有需要 那么某种程度上 如果这个基地能够恢复 某种程度用使用的话 那么它会起到很好的一个 牵制美国的动用 俄罗斯在用 另一方面 越南人并没有决了美国的念头 其实这个越南和美国这些年来 一直就这个问题有所接触 那么显然它这种的这个 左右逢源代价而哭的这种状态呢 它是没有改变的 它既没有断了你美国人的念想 也同时让你俄罗斯人呢 还可以用 还在这刮连在这个地方 最后你们谁需要 谁要想真正用到这个地方 谁开甲高 恐怕关键还要看谁能开出一个好价码 越南现在的态度对于金兰湾 它是属于一个代价而沽的状态 所以它是暗昧不明的 但是美国肯定不会放弃这一块的利益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释出了一系列的举措 来缓和和越南的关系 来看一个短片 作为重回亚洲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一直希望能够重回金兰湾 为此甚至不惜放宽 对越南的军售限制 早在2005年 三艘越南军舰便安装了美制雷达 2006年 越南国防部首次从美国购买了一辆装甲车 不仅如此 美国还默许其盟国向越南出售武器 2014年 以色列的武器工业公司 便在越南建立了一座步枪生产厂 而除了放宽军售限制之外 美国还出动了高级官员 对越南进行了访问 放宽军售访问越南 美国大尺度的让步 是否真的只是为了一个金兰湾 金兰湾对美越之间的关系来说 它仅仅是一个地 一面答应军售 一面横加限制 美国对越南的态度 为何如此合对 美国现在对越南 这种防备的心理还挺多 中南军情正在播出 2012年 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 到访金兰湾 而他也是1975年 越战结束之后 到访金兰湾的最高级美国官员 帕内塔向媒体表示 希望今后能够加强与越南 在国防安全领域的合作 对此有专家猜测 帕内塔此行很有可能是在为美国 在金兰湾建设海军基地做铺垫 据媒体报道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中 越南是重要的拉拢对象 这不仅是因为 越南拥有东南亚最重要的军港金兰湾 更重要的是越南保持着东盟最庞大的军事力量 如果能将越南拉进美国的地区安全体系 美国就可以在战略方面上控制南海 从而在西太平洋继续扮演地区主导者的角色 有分析人士指出 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 亚洲新兴国家实力增强的情况下 美国正试图借助他国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而美国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也卓有成效 近些年来 美国的军舰多次停靠金兰湾进行修整和补给 而据媒体报道 越南领导人可能会在今年访问美国 而这也将是越南战争以后极具标志性的事件 从刚才短片看到 就是美国这些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来缓和和越南的关系 包括2012年他的防长去越南 这是可能越南之后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到访越南 那么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 美国就仅仅为金兰湾一个地方 肯定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金兰湾了 因为金兰湾对美月之间的关系来说 它仅仅是一个点 它是一个重要的点 但它只是一个点 当然它可能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点来存在 但是这不是根本的东西 对美国来说 现实的诉求就是让越南成为我这一边 战队站到我这一边的一个国家 这是它现实直接的诉求 而更长远的诉求 它恐怕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演变 最终把越南的意识形态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但现在来看的话 就是美国的这一系列举措是起到一定效果的 最起码是越南方面是有反应的 两国的关系现在目前来看到确实有一定的升温 但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就是你现在因为金兰湾 俄罗斯森林荷杀机加油的这个事 美国跳出来 用词应该还用的是比较硬比较重要 会不会影响到这样的 刚刚有所回暖的两国关系 应该说不会影响到的 甚至说美国为了拉住越南 未来这种改善的关系还得推进 而且是加快的推进 对于越南来讲 那么和美国在改善关系方面可能有几个考虑 一个是可以获得美国先进这种武器 那么满足它的一些取决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 在一些利益的保障方面 获取美国的这种支持 而现在看美国在这方面 尤其是一些南海这种政策上 可能会拿出让越南感到诱惑的一些东西 我相信越南人也心里清楚 他们一方面希望吃下美国人给的这个好处 或者说是诱饵 另一方面我想越南政府也会很清楚 如果说这个钢丝走得不好的话 作为执政党 作为它现实的政府是要翻船的 所以说对美国来说 它确实这个做法上 在外人看来是有一定矛盾的 一方面它要伸出橄榄枝 给点好处 另一方面它要不时的要敲打一下对方 这种矛盾的态度 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有 一块看一个短片 据媒体报道 早在2013年 越南海军就表示希望购买6架P3C海上巡逻机 用来巡逻越南接近3000多公里的海岸线 以及海上专属经济区 并要求机上要配备有声纳探测系统 以及反舰导弹和鱼雷等反潜武器装备 其实购买先进的反潜机 已经成为近些年来越南军方的最大愿望 越南已在美国的P3C和欧洲的C295之间反复衡量取久 但由于美国对其有武器禁售令 使得越南这一愿望迟迟不能如愿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对于越南此次提出的购买反潜机的要求 美国五角大楼竟然同意了 但让人惊奇之余 美国还额外提出了一项要求 拆除P3C巡逻机上的所有武器系统 只能留下前世红外传感器和其他海上巡逻装置 对此有专家分析 被拆除了所有武器系统的P3C 相当于一个空壳 根本起不到原有的缩 然而 面对越南对武器的极限需求 美国国内的诸多军火商 却与美国政府谨小慎微的态度完全相反 实质曾经表示只要越南需要 美国武器进入越南是完全有可能的 据称 美国军火商盼望获准向越南出售那些 原先禁止出口的先进武器装备 包括无人侦察机 兼扛式地对空导弹 高速巡逻艇等 我们看到2013年的时候 越南曾经对美国提出过要求 他要买P3C 美国后来是同意了 但是同意了 有个前提条件 他要把P3C他们的武器装备全拆掉 怎么来看美国的这种举动 其实美国现在对越南 这种防备的心理还是挺重的 因为毕竟越南 它是世界上现在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美国来讲 那么意识形态化线还是很重要的 美国政府希望把越南拉到自己的行列当中去 但是又有种种的顾忌 表现在军售这个问题上 所以你看它体现的是 一方面是不定犹豫不决 另一方面即使我有所开放 但实际上我也是有很多的防备 设了很多的坎 而越南实际上很清楚 你美国现在对我这种需求 和我对你那种需求 相比起来 那么哪个积极主动 哪个更强烈 因此现在抬高价价 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现在就是 越南方面可以漫天要价 但是美国就地还钱的 这个度的把握就比较难受了 但是美国政府是对越南军售 是保持一个非常谨慎的这个态度 军火商就不一样 军火商是更乐于见的 它能够把东西卖的更多 或者越远越好 现在目前这种矛盾该怎么看 美国的这个军火企业呢 它的整个这个状态呢 如同一头狼 如同吃饱的狼 它必须呢 始终保持一种市场上的旺盛需求 才能保证它这个企业的生存 表面上看起来呢 很风光 但是维持这种风光可是不容易 我有最先进的技术 我可以卖出好价钱 但是呢 我也需要有大量的 随时需要有大量的投资 投入到我的研发 而这些年来 对美国的这个军火企业来说呢 传统的市场需求 实际上是处在一个相对萎缩的状态 它必须要开拓新的市场 对于这样一头饥饿的狼来说 说不好听呢 是有点苍蝇腿都是肉 所以对于越南的这个态度 美国是有一定纠结的 这些年它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 面对美国对于越南采取的 一系列的举措 俄罗斯方面也不甘示弱 最近也是频频的采取行动 来看一个短片 2014年6月17日 一支舰队浩浩荡荡的从海上驶入金兰湾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这支舰队并不属于越南海军 而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而这也是越南 在2002年收回金兰湾之后 俄罗斯舰队首次驶入金兰湾 俄罗斯舰队12年之后重返金兰湾 这是否预示着俄罗斯与美国的金兰湾争夺战 已经胜券在握 美国这个甜度很高的唐丸里面 很可能要包着皮霜 美俄两国争吵不断 越南至今从不表态 究竟是无奈之举 还是绿鲁打算 谁想拉拢我 那你就拿出这个真金白银来 如果说没有真金白银 东南军情正在播出 2014年6月17日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 德米特里耶夫少将 率领太平洋舰队部分舰支 抵达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 德米特里耶夫称 俄罗斯海军这次访问金兰湾 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据报道 这是俄罗斯离开金兰湾12年之后 首次派战舰进入金兰湾 五个月之后 2014年11月 俄越两国签署了一份国际协议 简化了俄罗斯军舰和舰支 进入金兰湾的程序 据称 俄罗斯军舰如果需要进入金兰湾 只要告知越南军方即可 有媒体认为 这表明俄罗斯 很有可能会重返金兰湾 然而 面对俄罗斯重返金兰湾的举措 有相关人士提出了反对意见 据了解 现在俄罗斯海军 太平洋舰队水面主力舰支 只有一艘巡洋舰和五艘驱逐舰 19艘潜艇 并且 多数战舰已经十分老旧 只是勉强维持着服役状态 随着时间的增加 远洋战舰的数量将会继续减少 而相比之下 作为俄罗斯在太平洋上的竞争对手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 共拥有53艘大型水面战舰 韩国有21艘护卫舰和驱逐舰 其数量要远远超过俄罗斯 在这种兵力对比之下 实力较弱的俄海军太平洋舰队 目前在越南金兰湾等地建设海外基地 似乎并不是明智之局 针对美国的一系列举动 俄罗斯其实这些年的动作也不少 从11年开始 包括到去年的 它是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去越南 然后包括红年老师讲 去年年底的越南的总书记 总理 越南总理去了俄罗斯 越南的反应好像也蛮热烈的 就是外界看来可能好像 就俄罗斯在这方面好像略占一点上风 能这么看吗 这个东西还不好说 因为我们从俄越 美越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做比较的话 可能状态不太一样 对比一下 比如说俄罗斯改善了之后 它可以提供一些武器装备 提供有限的经济的一些利益 但是南海的问题 俄罗斯那边得不到太大的帮助 反过头来 美国这边武器装备可以拿到 经济利益会比俄罗斯更大 同时南海问题也可以得到一个 不错的外来的支撑 但是问题是美国这个甜度很高的唐丸里面 很可能要包着皮霜 但实际上呢 我相信对他内心的诱惑 美国那边的诱惑会更大 同时呢 我想越南人现在也清楚 俄罗斯人想真正全面的重返金兰兰 他自己的力量 应该说也还是力所提 所以呢 尽管从表象上看 越南对俄罗斯的换行程度很高 但是我觉得这种表象呢 某一方面也是给美国人看 促进美国这方面投下更大的力 真正说俄罗斯人全面重返金兰兰 我觉得近期不存在这样的前景 黄老师您的看法 俄罗斯现在适不适合 在金兰兰建军事基地 现在呢 对于俄罗斯来讲 刺激一下美国没有问题 这个代价效 效果明显 而且是立干净 像这一次美国马上就起 立刻就跳起来了 对 立刻就跳起了 坐不住 但问题是 如果说你要真的租建这个金兰兰 那除了我们说这个经济上 那么这个费用性是非常的高 包括维护啊 这样的费用非常高 另外一个从实际上来讲 俄罗斯你能多大程度上 使用这样的一个军兰 因为你租了这个港口 你要用吗 你要用吗 你肯定得有船过来 但现在你能有多少船都船过来 一个太平洋舰队在那边就空了 那么如果说纯粹是从 牵制美国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投入 得不偿失 对 得不偿失 所以说呢 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我一是刺激到你 另外一个呢 让你和越南改善关系这种方面 你的投入成本会更大 那么到最后 美国也会考虑成本的问题 所以现在美国和俄罗斯 到底谁能够重返金兰湾 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 就是现在表面上看起来 对于金兰湾的这个争夺 是在加剧的 所以这个时候 越南的处境就有一些微妙 一块来看个短片 随着美俄两国 对金兰湾的争夺日益激烈 越南也成为两国之间的家伴 但也有观点认为 越南虽然表面上显得相当无奈 但对于美俄两国 对金兰湾的争夺 却是喜闻乐见 据了解 越南与苏联和俄罗斯交好一景 在能源 安全 和军事领域 对俄罗斯颇有依赖 其所用的武器装备 大多数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目前 在金兰湾 就停泊有刚刚从俄罗斯采购的 三艘击落级潜艇 该级潜艇 目前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这些因素决定的越南 对俄罗斯轻易不会说不 让俄罗斯轰炸机 利用金兰湾加油 或者军舰进入金兰湾 补给保养 都不是什么难题 但相对于俄罗斯来说 美国虽然与越南经历过越南战争 但这对昔日的敌人 在近些年来 处于政治经济的需要 关系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特别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提出之后 双方逐步达成 互相利用的某种默契 美国看好越南可以成为它推行此战略的帮手 而越南则指望美国放宽对越军售 并希望美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对其支持 金兰湾成为双方拉近的纽带 有评论认为 面对金兰湾这块风水宝地 越南是代价而沽 以把金兰湾当作与美国俄罗斯博弈的筹码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对于金兰湾的争夺是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激烈的 越南方面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 它没有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刚才两位分析了 它有代价而沽的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无奈的这个意思 这里面无奈的这个意思我觉得还是少一点 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毕竟越南你是主动的 本身你是一个主权国家 那么我这个基地租不租 租给谁 那么这个决定权是在我这里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它在这种暧昧 更多的还是给美国人或者说俄罗斯人去看的 那么谁想拉拢我 那你就拿出这个真金白银来 如果说没有真金白银 免台 对于越南来说存在一个 需不需要这种作用风险 因为它的这种作用风险 我认为它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 那么从长远来说 关键取决于越南当局他是否聪明 如果他聪明的话 他会把这个形式一直维系下去 直到他不需要的那一天起 如果他不够聪明的话 一旦做出了一个选边站的最后的一个决定的话 那么他恐怕就要付出代价 但问题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越南方面就从他自身考虑 他可能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对他的发展是最好的 但问题是你旁边的这两个大国 会愿意让他就这么左右逢源下去吗 我干脆就 让你干脆就选一边站了 其实这个单就金兰湾这个问题上 他还是存在这种左右逢源的机会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 俄罗斯真正这个全面的从返金兰湾 他没有更多的需求 利所不及 对 没有这个需求 而美国真要把金兰湾变成当年的苏比克克拉克 恐怕对美国人来说也不会做这种选择 更多的大家还是选择把它作为一个客栈 这种状态 所以说实际上真正把金兰湾彻底拿出去的 这样的外部需求并不大 我觉得越南人如果他要聪明的话 他依然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左右逢源的状态 继续做下去 当然这个左右逢源就不仅仅是立足在金兰湾 而实际上小小的金兰湾反映的是 越南在几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 这样的一种外交投机的创态 金兰湾作为亚太地区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势必成为美俄两国决力标点 越南对金兰湾代价而估 也使得自己左右逢源 然而随着美国对越南提出严厉警告 原本平静的局势又变得暗潮汹涌 这场金兰湾争夺战究竟会如何收场 我们拭目以待